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成为全球仅次于意大利世界遗产最多的国家 这个消息传出之后 首先反映的是旅游网站询问度立刻暴增 一个是位于地处偏远的自然保护区 而一个是原本就很热门的旅游景点 有了世界遗产的加持之后 对遗产保护到底是利还是弊 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 又会为当地的生活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来看我们的深度报道 一望无垠的自然美景 完整保存了珍贵物种的生态环境 在青藏高原北部 占地4.5万平方公里的可可西里 现在有了新头衔 获选列入了世界自然遗产名录 可可西里是全世界受人类影响最小的区域之一 也是脏颜养 颜毛牛等珍惜野生公共的重要的棋栖地 也是世界上自然景观最为典型 保存最为完整的地区 然后洗水往这边走 那因为我们古浪雨它不仅是一个景区 它也是一个社区 古浪雨一座面积仅仅1.88平方公里的弹丸小岛 从空中俯瞰 这座海上花园 异国风情兼容并序 一百多年前 拜厦门开放为通商口岸之次 古浪雨因而成为了一座岛屿国际社区 现在根应这个特色 获选登陆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古浪雨其实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 它是一个能力时空错乱的一个地方 很多人来到这里 就是碰了那么一下 你不知道是什么时候 你不是看到了过气 可能就会重大未来 古浪雨现在会看到很多 像我们这样的一百多年的老房子 那这些房子已经人气楼空了 但是房子在气场就在 而且故事它是跑不掉的 可可西里与古浪雨一溪一冬 不仅气候一冷一热 过去连旅游热度也是如此 但现在有了世界一城的加持 旅游询问度立刻暴增 原本就热门的古浪雨 会不会迎来消化不下的游客 而原本不易抵达的可可西里 会不会因此成为 星星的旅游目的地 现在也开始在语问中热议 经济是为了开展旅游 是为了文化大台 经济长期 我要一个生命名头之后 就可以招生影子 去搞大开发 不是这样的 人们的生活水平在不断提升 但是永远不会停在一个水平 就满意了 我们的遗产保护 从根本来讲 已经进入一个大环保的领域 就人的生活 已经不仅仅是物质的追求 1998年 有了世界遗产头衔的张家界 因为过多的人为建筑 遭到联合国遗产委员会 两次警告 先后发了12亿人民币 进行改善的前车之鉴 让大陆各界 在遗产保护 有了热烈的讨论 开发与保护 究竟该怎么找到平衡 遗产在我们追求 更高目标的时候 它会带来现实的很多的利益 比如说对经济旅游的促进 但是我们不应该盲目的去追求 1997年成功升移的 平衙古城与丽江古城 后续带来的惊人效益 让地方政府有范例 追求地方发展 但当2014年 敦煌墨高窟 关闭了经营35年的售票亭 改为网络登记 每日上线6000人的做法 也带给了大家不同形思 世界遗产 它是一个国际游戏 一个国际规则 一个国际事务 那么它有自己一套的制度 所以不管大家 出于什么目的 想去追求世界遗产 最后都要按照 世界遗产的标准 去保护它 认识它 管理它 我们关注的要做什么呢 仅仅是地方旅游的发展吗 其实不是 我觉得世界遗产 是通过一种平台 向世界来讲述中国的故事 每次申报世界遗产 都是我们对自己身边 与生俱来 司空见怪 甚至熟视无度的家乡 从人类文明进程时 和地球自然演变式的角度 重新认识这个过程 如果是为了我们人类社会 可持续发展 虽然现在看不到效应 但是将来为了自己 孙孙留下这么一个 历史人文环境 或者是这个自然环境 大家觉得是值得的